上萬尾象魚忽然聚集在碼頭邊 場面十分壯觀 但象魚是日行性動物 夜間行動可能有異常 從這個規模來看 數千隻上萬尾 我們也是第一次看到 很少看到這麼多的魚 直接這樣子回遊 我們也覺得很特別 澎湖西域河街漁港 在25號深夜 突然出現成群結隊的象魚 也就是俗稱的臭肚魚 臭肚魚是澎湖常見的魚種 主要食物是海藻 因為漁民清理魚肚時 會散發海藻發酵的臭味 因此得名 通常臭肚魚會在白天集體行動 夜晚則是回到海底休息 這次一反常態的在深夜出沒 引起關注 可能是因為馬鞍颱風的外游環流 導致這些象魚 它們有駐港避風的狀況 臭肚魚一場活動 澎湖海洋研究中心 推測有三大可能 一是有略食性魚類 驚擾臭肚魚 二是漁港船隻出入 擾動水流 三是因為漁港燈光過強 讓湊度魚物以為已經天亮 才游往光線處準備密食 而從曝光畫面判斷 魚群沒有生病 或長寄生蟲的情況 初步判斷是燈光太強導致 讓魚群們誤會了 近新聞 綜合報導